3 2 1 开始 自从我成了家当了爸爸之后 我放弃了之前很多的爱好 甚至在选车方面都不像从前一样 之前我在选车的时候 只要自己开着爽就可以了 但现在选车的时候 不但要考虑自己开着爽 还要考虑家人乘坐的舒适性 以及周末可以带着全家出游 所以现在我在选车的时候 经常会考虑一些偏运动设定的SUV车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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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这两款发动机有什么区别 我来找我们的技术达人 书名给大家好好讲一下 好 接下来 由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关于EA88三代和三代B之间的区别 最直观区别 多了个字母B 这字母B不是代表说B型 它主要说的是Budak循环 这种循环 工作循环类似于米勒循环 其实都是为了实现一个高热效率表现 只不过它执行方式通过走关进气气门这样的一个状态 换成人化呢 就是更省油 热效率更高 然后排放更好 就这么简单 那除此之外呢 跟之前相比呢 也是因为它更换了这种工作循环 所以说它的钢铁 钢盖 活塞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进行了调整与改变 它们两者其实啊 是做了一个还是挺大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的做法 说完330和380动力方面的区别之后 我们再坐到车内说一下科迪亚克车内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我一直觉得一个家用SUV车内的储物空间一定要够灵活 空间够丰富 像这台车它首先使用了双手套箱的设计 下面是一个传统的手套箱 尺寸不算小 里面还有空调的出风口 夏天的时候放了饮料可以给它制冷 上面这里还有一个小的隔断 像你的说明书啊 还有保单之类的东西可以放在这里 而在上面它还有一个手套箱 这里我觉得你可以放一些宝宝的零食啊 宝宝用的湿纸巾或者是餐巾纸之类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种双手套箱的设计 绝对要比一个大尺寸的手套箱更加好用一些 因为空间划分会更加合理一些 使用也更加方便 当把前面这里有一个储物格 你上车之后手机钱包都可以放在这很方便 不想让别人看见把盖子拉起来就行了 有一定的隐私 而挡板后面中央扶手 它里面储物空间尺寸很大 很长也很宽 但并不是特别的深 我觉得中央扶手它的深度真的不能坐得太深 如果坐得太深 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垃圾桶了 而水杯支架也集成在这里 有两挡可调 如果不用把它拿开 中间的储物空间会变得更大一些 中央扶手上下一共有四挡可调 前后也可以调节 再不想让别人看见中央扶手内的空间的话 你可以把它拉起来完全遮挡住 而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这个中央扶手的尺寸也还算不错 很舒适 驾驶员左侧这里有两个卡槽的设计 进停车场停车卡可以临时放在这 下面储物格的空间也不算小 你零钱票据和行驶证都可以放在这里 里面也有绒布所包裹 而车门这台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 那就是与劳斯莱斯幻影同款的散槽设计 用过之后你就知道很方便了 其他的地方等我用了一个月之后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台车长时间使用下来 前排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我再来说一下 科迪亚克第二排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首先这台车车身长度跟轴距是比较长的 所以腿部空间非常浮育 腿部空间比较浮育 对于家用SUV来说 哪里有优势呢 那就是当你的第二排宝宝坐在儿童座椅上 他不用去替前排座椅来当做一个娱乐项目了 所以你开车的时候可以更加安心一些 而科迪亚克第二排座椅 它的座垫设计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高的座垫 长时间乘坐舒适性 要比很多日系SUV更加舒适一些 如果你了解日系SUV 你会发现 日系SUV喜欢把第二排座垫做得比较低 这样的好处是头部空间会更加富裕 但是长时间乘坐没有这种高坐垫的舒适 而刚刚既然提到了第二排座宝宝 那我想说一下 科迪亚克的儿童座椅接口 设计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开口非常大 把这个盖子打开之后 它直接就是外露式的接口 这样你在安装儿童座椅时会非常方便 可能你会说儿童座椅吗 有的时候你按一次就够了 不用拿起来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是家庭用车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第二排座三个成年人 座三个成年人是你需要把 你需要把你提供的效果 代谢你不需要把呢 我打开 那你需要把我提供的 你需要把我提供的法蓄 你想一下 你快做的 晓死 你是想要不要 你不需要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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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我们现在带着这个大熊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聊一下科迪亚科的配置 全系标配了8英寸的多媒体屏幕 里面有百度的CarLife,苹果的CarPlay,蓝牙电话以及导航功能 所以即便选择入门的标准版科迪亚科 它的实用性也还算不错 还有啊,胎压监测也是全系标配 而再往上一档舒适版车型相比较标准版 又多了全液晶仪表,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和双区独立空调 所以整体舒适性配置相比较标准版会更加好一些 而再往上也就是我们今天这台豪华优小版车型 相比较舒适版车型又多了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电动座椅带有机器功能,还有座椅加热的功能 所以整体来看科迪亚科其实全系的配置 在这个级别,这个价位的SUV中,表现还算比较让人满意 说完配置之后,我们再来聊一下这台330TSI的2.0T发动机 动力参数186马力,320牛米 相比较380TSI车型的确有所下降 而我们之前实测这台车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8秒多 相比较380的6.8秒也有一定的差距 在你实际驾驶时你会发现,只要不是起步时全油门加速 你会发现两台车它的加速表现或者说是动力表现相差并不是特别大 这台330你在日常驾驶时你会觉得整台车开着也是比较轻松的 踩一下油门之后动力来的也是比较快的 而我们刚刚舒宁老师也说了 这台发动机最大特点就是燃油经济性会非常的出色 但我刚刚拿了这台车没有多久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它的实测油耗水平究竟如何 不过没有关系 一个月之后我好好算一下它的实际油耗水平之后 再告诉大家它的燃油经济性究竟如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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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